苗栗一名老婦人 幾天前中午騎自行車 到衛生所 巨大疫苗 沒想到晚上八點還沒有回到家 家屬很習 到處騎車找不到人 只要請警方協巡 後來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尋找 終於在一處昏暗巷道找到人 沒想到這名老婦人打完疫苗 是去朋友家幫忙大掃除 讓大家續盡一場 晚上八點多 好幾位民眾跑到派出所 心急如煩請警方幫忙 因為他們的老母親 中午自行騎腳踏車到衛生所打疫苗 不過天都黑了 人卻沒有回家 警方和民房疫警 繽紛多路四處尋找 經過一個多小時 穿著藍色外套的老婦人 騎著腳踏車行經苗栗 投入一處暗巷時 剛好被派出所所長發現 原請立刻騎車回轉 上前確認婦人身份 那經瞭解 該名老婦在打完疫苗後 就到附近朋友家中 幫忙大掃除到傍晚 婦人打完疫苗沒有直接回家 反而去朋友家幫忙大掃除 音訊全無 讓家屬非常著急 幸好警方幫忙協訊平安帶回老婦人 讓家屬總算能放下心中大石 自己的彭王旬苗栗報導